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 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 便一直这么消沉 你是一个阿哥 居然在一个平民女子的坟前守灵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祖宗的规矩 还有我这个额娘吗 燕哥哥 你就说句话嘛 我的话你没有听到是不是 我真是不明白 这个小云 值得你为他这么做吗 我看平儿比他强一千倍一万倍 你倒好 反过来对他恶语重伤 难道因为他是我的侄女 你就对他心存鄙视 你难道就要抗争到底吗 好 你以为你不开口 本宫就对你没有办法吗 好 你既然这么倔强 眼中没有本宫 那本宫就不会给你留情面 来人 奴才 替本宫把这座坟袍了 喳 不可以 你不可以把小云的坟袍了 你终于开口说话了 黄阿娘 我求你不要逼我了 是我逼你 还是你在逼我 如果你真是额娘的儿子 听额娘一句话 跟我回宫 好吗 我现在不能回宫 那好 摆在你眼前的 只有两条路 一个是跟我回宫 再一个就让他们刨了这座坟 黄阿娘 我求你 成全儿臣 不要逼我回宫 等百日之后 我会自动回皇宫 向您请罪 你真是荒唐啊 你父母还健在 他又没有迎娶过门 你给他守什么灵 可是 小云家的险命 已经是我的妻子 你呀 你真是昏了头了 我非打醒你不可 来人 折了 把这坟给我刨了 黄阿娘 不要跑 不要跑 除非你打死我 我就不相信 这个坟跑不了 走开 好 住手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阻止本宫行事 皇后大概胆子也不小啊 竟然敢违抗圣旨 你不要信口刺皇 我什么时候违抗圣旨了 皇阿玛已经同意 严格格在这里 给小云守灵了 你现在 却要以袍坟为威胁 逼他回宫 难道 这还不算违抗圣旨吗 不知者不为罪呀 本宫是按理行事 再说 本宫并不知道 皇上对容颜许诺了什么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是不是就该知道了 圣旨呢 这是皇阿玛的口谕 当然没有圣旨了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在撒谎骗人呢 反正我跟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信不信由你好了 在皇上没有圣旨之前 这里还是由本宫做主 来人 给我抛翻 巧妍 小邝总 我们上 你不敢 谁敢敢跑 不信头 看你们谁敢上 不得跑 不得跑 搞开你们谁敢跑 太公尺 别生了 快 遇到ニ家 营 그리고 church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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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